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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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還是有午後雷鎮宇 開始有午後鎮宇請大家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遇到冰袍 像一粒小小的 像我就遇過差不多這麼小 像小冰柱一樣打下來 其實打到身體還滿痛的 在國外有遇過 一粒高爾夫球那麼大 或是一顆拳頭那麼大的 這個其實從高空 幾公里外這樣掉下來 其實這個砸到人 真的非常的痛 不只有砸到痛 而且它還會對於很多的 農作物 還有我們的玻璃家裡 都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所以你遇到這個冰袍來的時候怎麼辦 絕對不要說拿手機一直拍 趕快找個遮蔽處 避免這個易碎的地方 能躲就躲 因為這個冰袍也代表有劇烈的閃電對流 都是一個很不好的天氣 所以請大家能避就避 絕對不要太過好奇 好奇反而會害人你 那台灣的天氣呢 其實在封面的這個前沿 吹的偏南風 早上很熱 可是下午的時候中部 中部特別是南投到這個嘉義 阿里山那邊一直都有一些熱對流 北部也有 這個封面這次比較難移壓了一點點 不過相對之下 沒有真的來還是有差 未來呢 禮拜五禮拜六這兩天都是有封面在這個地方 大致上呢 預計呢 禮拜天的時候又開北台一點點 這個封面呢 梅雨封面就是南北台擺來擺去 然後禮拜二禮拜三又有一點接近 這個是最接近的時候 可能又有一點不穩定在這個地方發展 不過看起來是移動型的弱弱的封面 很麻煩 因為它會把整個系統整個就大翻盤了 所以整個可能梅雨呢 就這樣就告結束 也有可能 本來預測可能就很好有個梅雨封面在六月初會來 可能因為這個熱帶性低氣啊或是颱風就整個就變局了 所以大致上呢我們就開始進入一種西南季風影響的 開始會有一些鎮雨的型態 就下禮拜開始降雨會增多 不過呢都是午後雷鎮雨 午後雷鎮雨的特性就是水不夠多 它大概就是山區會比較多 但是我們現在呢其實整個很難在有什麼強求 說有一個梅雨封面 至少有種比沒有好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節約用水啦 大致上各地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有沒有看到 都有一點點 但是說真的有時候整個西半部 像苗栗啊這個鯉玉潭水庫啊 或是新竹等地的水庫或是石門水庫 其實如果有一個包在上面去 下個四五十毫米 那真的是就差很多了 但是說真的有時候是很難 很難去這個預測的出來的 就希望它能夠廣泛的多下一點 未來這幾天 每天大概都午後雷鎮雨 請大家多注意一下 當然大家都必須待在家裡啦 大致上呢最近的這個溫度 都還是維持了27到34度 北部跟東半部都很像 中部呢28到35度 每天都很像都很穩定的熱 南部呢也是如此 所以最近呢都是熱 那最近為什麼不是南部會到40度呢 怎麼還不知道32度 因為呢我們看到的溫度呢 都是在這邊啦 高溫都在這個地方 蠻特殊的 如果這個都市住的地方 大致上反而是比較 比較相對之下是屬於沒那麼的熱 等於是因為還有海陸風的調節 所以相對之下 這個今年的這個熱的 這邊熱的真的很蠻誇張的 所以大致上今天晚上呢 有一些午後雷震雨就會稍微降溫一點點 那明天白天呢還是一樣熱 大致上明天還是有些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機會要稍微注意 大概北部跟中部的靠山區比較有一點點 所以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封面在北方盤踞啦 大概禮拜五禮拜六這兩天 水汽率越多 午後有局部雨 那週日呢稍微緩和 稍微轉晴朗一點點 但是很快 等於是下禮拜一下半天 到禮拜二禮拜三 又有波封面會接近 這波應該會有多一點點的雨 但是說真的還是屬於移動型的封面 跟滯流型還是有差別的 但是下禮拜整體而言 雨水呢慢慢多了一點點 開始有一點點不穩定了 期待它可以下的更多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數據